女孩小心翼翼从碗里夹起一片肉,随后递给蜷缩在角落里的妹妹,即便她一次只敢夹薄薄的一片,却还是遭到了婶婶的一阵白眼余光。这是一部发生真实的纪录片。问到导演王斌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初衷,王斌表示,在一次偶然的机缘巧合下面,自己在拍摄完加鞭钩之后去云南给固有上坟。 在回城的途中,自己偶然地遭遇了这三个小孩,因为在路上赶到机场目录。于是王斌来到这户农家吃饭,在就餐的过程中,因为简简单单的一顿土豆,王斌深受感动。于是这三个小女孩的身影,和这段特殊的记忆,一直留在王斌的脑海之中。 就在2010年,王斌在一次拍摄中,脑海中浮现了这段特殊的经历。于是三姐妹就此诞生。随后在2012年的69届威尼斯电影节里面,三姐妹这部简简单单的电影,斩获了最佳影片大奖。 这部纪录片,导演跟拍了两年,在王斌的获奖感言里面,王斌坦言,感谢评委认可选择了这部简单而个人化的作品。 说回影片,应该来说,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是一个比较残忍的语句。 从日常的生活来看昏暗的黄土房子里面,一个女孩在吃饭的时候,小心翼翼地加起一片薄到不能再薄的肉片,但是也能遭到一块吃饭的人的鼠卧。 就是这么一件小事情,让女孩甚至感到自己做了不得了的错事,只能害怕地蜷缩到墙角,安安静静吃着自己的饭。 纪录片的主人公名叫小英,当时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,小英刚好十岁,是这个贫困的家庭里面,年龄最大的孩子,因为家里条件实在过于艰苦,没几个人能忍受这样的环境。 所以,小英和她的两个妹妹,都是实打实的单亲和留守儿童。 甚至在小英的母亲生下小英和她的两个妹妹之后,这位人母居然可以抛下自己的亲生女儿。 在离家出走之后,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个家,也没有再来看自己的孩子一眼。 为了使得自己的女儿活下去,也为了这个赤品的家庭稍微可以改善一下生活条件和环境。 小英的父亲,在生活压力的重压之下,背井离乡外出打工。 那么,照顾家庭的重任,就落到了三姐妹之中。 最年长的小英身上,自己还是孩童的小英,又当爹又当妈地照顾起两个妹妹的饮食起居。 因为自己也是第一次照顾人。 经验不足的小英,从睁开眼开始基本就停不下手来。 每天早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情,小英就是负责给自己的妹妹们烤土豆。 土豆,这个博来品成为了这个家庭的唯一食物。 虽然一年到头,小英和妹妹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此为主食,并且已经知道让人反胃。 但是没办法,为了最基本的愿望填饱肚子。 哪怕天天是土豆,小英和她的姐妹也得吃下去,因为她们没有另外的选择。 早饭之后,小英三姐妹来到婶婶家里面帮忙看猪。 作为最年长的,割猪草的活自然由小英负责。 清晨的山间,寒气逼人,虽然被冻得直发抖,但是小英并不会停下手头的活。 从山上下来之后,小英三姐妹还是洗土豆,因为捣碎的土豆,是不错的动物饲料。 在随后驱赶玩偷吃的鸡以后,小英终于来到了中午饭时间。 相对小英家庭的置评,审慎家的条件虽然也不好,但是还是让小英羡慕的。 在吃饭的过程中,小英尽量把最好的家给自己的妹妹,自己基本上,就用白米饭填肚子。 最让小英感到羡慕的是,自己的堂妹不单单有母亲和呵护,还能上学。 学堂是一种对小英十分羡慕又陌生的事物。 虽然自己同样想要上学,但是因为家里的情况,那只是一个梦想。 对于上学的渴望一直应可在小英的心头,甚至在堂妹不在的时候,小英还会偷偷地打开堂妹的作业本,来满足自己的眼影。 回家之后,没有娱乐的三人早早地躺下了。 除此之外,三人知道明天得早起,因为明天父亲要回来了。 这是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的一刻。 小英的一句好多天没洗脚了,让自己父亲被感难过。 这一次,小英父亲回来是想带着几个妹妹远离家乡,好让小英没有负担地去上学。 虽然不舍自己的妹妹,但是小英十分理解父亲的苦心。 一直到和妹妹分别的那天,三个人哭得撕心裂肺。 这个哭泣不单单是亲人之间的分别,也有一家人对于未来的迷茫。 在学校里,小英看着别人丢到的垃圾袋吞口水,因为自己是单亲儿童遭人嘲笑。 日子就这么过着,一年之后,父亲带着自己的两个妹妹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回来了。 对于这个情况,一时间小英也感到纳捏不准,未来自己能不能和这个女人愉快相处。 虽然这份团圆和小英最初的设想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, 但是父亲在自己身边,还是让这个小女孩感到了些许的温暖。 也总算有了一个完整的家。 有的人出生是牛马,有的人呱呱落地就在罗马的万神殿里面。 平宿里面,很多大家完全看不上的东西,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件实打实的奢侈品,也是渴望而不可及的存在。 相较之下,虽然生活中的确存在大大小小的意外和风波,但是还是有部分的阳光和美好的。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点个关注点个赞我们明天接着看。